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三区养护工程处 从1月27号到2月1号 针对台9线、台11线及台20线南横公路 容易塞车的路段和景点 包括出路牧场、多梁火车站和京城武术等 实施交通管制疏导作业并规划替代道路 在我们台东地区最主要的两个干道是台9线跟台11线 那这两个干道基本上并没有太多的周边的替代的 高快速公路或是省道可以替代 所以我们的管制措施呢 大概会利用几个交通管制的手段 第一个呢就是利用南下北上分流的一个策略 那第二个呢就是路测呢 我们会机动的管制这个车辆的禁止通行或是临停的措施 那第三个呢如果是经过市区道路的部分 譬如说观山或池上的话 那我们会利用地区的道路来做一个南北的分流 让车子能够保持畅通 那另外呢在台9南回的部分呢 我们在金轮以南那有一个多梁高架桥的部分呢 在今年下礼拜也会完工应该也会做一个改道的动作 那可以疏解部分在多梁车站以北这些交通车流 但是呢这些车流到了金轮火车站的位置呢 还是会造成一定的涌山 那这部分请用路人能够小心慢行 那至于在台20线的部分呢 到向阳道立道的路段呢 我们还是限制3.5吨以下的小客车 以及9人以下的巴士能够通行 那从立道以东到初来桥的部分呢 我们是没有任何管制通行的 公路总局也在台东市区规划海滨公园交通动线 从台11线的中正路和大通路口 可以衔接到国际地标 黄切采访摄影